嗨,大家好,我是蔡振宇,然后我现在是台中一中的三年级,然后我报名了雅思的考试,然后我的听力是九分,说是七分,读是七分,写是六点五分,然后总平均是七点五分,然后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呃,在戴尔梅雨布什,然后,呃,戴尔的雅思课程分成两堂,一个礼拜, 然后一堂是Alice的课,他上的是听力跟口说,然后上他的课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有互动感,几乎不用用到椅子,因为他一上课就会叫我们排成两排面对面,然后很实际的练习口说,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口说,呃,雅思的口说考试是外国的考官亲自的替你考试,所以, 所以,呃,不是像其他考试要用对着录音机讲,所以必须要练习到你可以跟人对谈的时候,可以不会用英文对谈的时候,可以不会发抖,或者是可以不会脑筋一片空白, 然后听力的部分就是,呃,老师会有几堂课会安排完整的全真的模拟考,听力模拟考,然后这我也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呃,雅思的听力很恐怖,就是他很快, 然后他会念了一长颤的文章,然后你要在这中间填很多的表格,不是选择题,是论财,然后,呃,所以我觉得把握这些练习很重要, 然后还有就是,单字量要够多,因为有时候常常会听,听到会写的答案,可是评不出那个单字,这样会很惨。 好,然后再来是Kelvin老师,是礼拜二的,呃,礼拜日的,读,读,读,还有写作,然后他,Kelvin老师上课的时候, 一开始会觉得很紧张,因为他每一个单字都可以补充,一长串的,很长的,呃,相似字,甚至是相反词, 然后,而且我觉得Kelvin老师他改作文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认真,就是他不是只有帮你改你的grammar, 或者是你单字的错误,他还会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然后这很重要,就是因为, 因为,呃,其实不用用到很难的单字,只要能够写的很有道理,然后就可以拿到高分,然后所以我很建议大家, 如果给他改完之后,要自己回去再重新思考过一遍,然后有问题也可以去问他, 然后他会非常不厌其烦的回答你,然后教你,然后在读的方面,呃,Kelvin老师会给你很多的, 诀窍,然后我也觉得,然后就是这个诀窍,因为雅思的阅读是一个小时里面你要完成三到四篇很长的文章的题目, 而且那些题目都是简答题,所以你几乎不能用猜的,所以,呃,能够很精准,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长串文章里面找到你要的那个单字,或者是哪一个句子, 是在Kelvin老师的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嗯,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讲我的专员Feel嘛,然后他,我觉得他非常的热心,而且,呃,他就会,就是他常常会告诉我很多我可以争取到的福利, 像是之前我在准备大学面试的时候,然后他就帮我请了外师Max来给我有半小时可以跟他一对一的练习时间, 练习让我,呃,对外国人讲那个大学的面试,然后还有未来的发展,就让我练习到很多, 而且后来我也成功的上了我想要的学校,嗯,好,然后,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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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